谁能想到《森林奇境》会这么火爆?这真是实力派的胜利! 上周六《森林奇境》第一季完美收官,不少观众直呼,好久没看过这么棒的综艺节目了! 上周六的节目中,韩雪又把大家惊艳到了! 配Rose吹哨子,全场跟着他伤心,他自己也伤心到不能自已! 然后他还挑战了奥斯卡动画片《头脑风暴》,一人分别给八个角色配音,都是无缝对接! 连十一雄厚的王晋松都夸赞道,韩雪的脑袋是疤河的! 《森林奇境》真是难得的叫好又叫做的节目,但节目总导演说,一开始这个创意并不被看好! 但随着实力派们的精彩演绎,简直给观众们的耳朵来了一场盛大享受! 节目里有对实力派嘉宾的各种考验,快速地报各种债民! 解说人名很长的足球赛,不仅考验配音嘉宾的舌头,同时也需要他们有超快的阅读能力! 展现唱功,让我们看到了有些演员的唱功原来这么好,比如韩雪唱的《新白娘子传奇》! 外语能力,让我们看到了赵丽心对多国外语熟练,并且王洛永不愧为第一个登上百老汇的华人演员! 同时就各种方言,我们看到了翟天林用各种方言配同一段台词! 当然还有朱亚文的苏,还有他不管配什么角色,都像原生在演绎,连张国立都说可以给朱亚文开一档声音模仿旧节目! 节目这么火爆,真是实力派演员们的胜利,更是对他们实力的肯定! 也期待《申林奇景》第二季快点播出! 你们喜欢这档节目吗?欢迎给我留言哦,这里是妙妙严肃八卦! 称和曲《称筒音乐ulated》